2018年6月17日9点01分38秒来源,美日经济新闻,原标题,美国第一大出口国,欺承民众不愿买美国货。 特朗普这种做法太伤感情,特鲁多在第七峰会上表现得如此温和,却在我离开后开新闻发布会称,美国的官帅是一种无俗,并称加拿大不会被摆布,他非常的不诚实和软弱。 在刚刚过去的第七,准确说是非常六加一峰会上,特朗普在推特上口无知蓝的言论,让他和特鲁多结下了梁子,就连西方媒体都评论。 特朗普的言论简直就是羞辱,相比两位国家元首之间的恩怨,动辄数百亿美元的外贸纠纷,才真正的让加拿大和美国民众心忧,尤其是加拿大民众,在被传统铁甘盟友兼友连伤害之后, 他们已经对美国产品心生恨意,据最新的一份调查,欺诚加拿大民众在购买商品时会尽量避免美国货,身心接受重伤,加拿大很郁闷,美国是加拿大的重要出口国,而加拿大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国。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,2017年,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额,高达2824.72亿美元,排名美国所有出口国第一。 同年,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,为1303.70亿美元,不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额的一半。 2017年,加拿大向美国的出口额,为3196.51亿美元,在其所有出口国家当中排名第一。 同年,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82亿美元,仅为对美出口的5.7%,一言以蔽之,美国和加拿大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两者彼此高度进来,加拿大和美国这种紧密的贸易关系,既有地理上的因素,也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制度安排带来的红意。 但是特朗普入住白宫后,打破了这一维系25年之久的协定,特朗普称北美贸易协定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议。 因为墨西哥和加拿大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,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。 图片来源,视觉中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,就要求美加莫三国重新制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。 但直到现在,这一谈判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。 特朗普没有再等下去,6月1日,美国率先发难,正式对来自加拿大的钢铝征收惩罚性关税。 两种产品税率,分别为25%,10%,涉及金额128亿美元。 其实,在美国上述贸易大半还未落下之前,加拿大一直极力在讨好美国,而其讨好的方式就包括和美国站在一起,指责中国。 这里有三段小插曲,都和中国有关。 插曲一事 据法金社当地时间3月12日报道,加拿大总理克鲁多指责中国将用廉价钢铁煙磨全球市场,称加拿大已采取措施防止倾销。 插曲二事 加拿大环球邮报4月5日有文章,在评论中美贸易纠纷时,不批评美国首先调起贸易争端,却指责中国捍卫自身权益的方式,称中国选择报复的方式,完全绕开了WTO争端解决机制。 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,中国的行为忽视了WTO这一全球贸易体系的关键支柱,插曲三十。 5月23日,加拿大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,阻止中国将减收购加拿大建筑公司阿根,为了显示自己不服输的决心,加拿大也很快宣布,对美国的钢驴等制品,征收25%或10%的关税,金额同样是128亿美元。 与此同时,加拿大又想起了中国在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上的重要作用,以及中方对美国贸易战挑衅的应对之策。 特鲁多在北京时间6月2月上午6点联发5条微博,表示要和特朗普斯科到底,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叫勾取,诚心诚意,要和美国做生意的加拿大人。 吉利挽回还是落得一场空,这自然对他们的心灵是一种伤害,于是他们对美国商品,有了另外一种情感。 当然这是一种不好的情感,买不买美国货,那得看看了周五。 调研机构义普索Exosport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民意调研报告,这项调研在6月13日14日间进行,对1001名加拿大人和1005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。 受访的美国人中,包括368名民主党人,305名共和党人和202名武党派人士,调研结果显示,70%的加拿大人表示,他们将开始设法避免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。 80%的加拿大人和70%的美国人对双边关系感到担忧,72%的加拿大人和57%的美国人,赞同特鲁多处理问题的方式,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报复措施,得到了79%加拿大民众的支持,31%的美国人支持更高的关税。 有61%的美国人表示,其他美国官员应该抗击特朗普的言行,那加拿大人不满美国货,真的能办到吗?答案是很难,一是美国的进口产品占比太高,一是之间难以找到充分的替代品。 比如,在2017年加拿大的五大类进口产品,机电产品,运输设备,化工产品,框产品,建金属级制品当中,来自美国的供应占比分别高达40.5%,63.5%,53.9%,63.4%,54.1%, 以运输设备这个项目为例,加拿大拥有发达的汽车产业,一年整车生产超200万辆,年产值超过200亿加元,一加元等于4.88元人民币,其中超过93%面向出口,而美国即是最重要的出口国。 但是加拿大汽车产业,有大量依靠从美国进口零配件,因为加拿大这些汽车厂,大量都是美资企业,比如通用雇员2.3万人,福特2.3万人,克莱斯勒雇员1.2万人等,这些美国汽车工厂,怎么可能不进口美国的零配件? 图文无关来源,知觉中国上面列列举的都是工业品,再来看消费品,据EXPORT.DOV网站披露的数据,2014年到2017年,2017年数据为估计值,加拿大分别从美国进口了70.8肉,56.1,51.01,51.58亿美元的消费品, 这些进口产品价值相当于加拿大本国生产能力的40%左右,就连路透社的报道就指出,虽然民调显示许多加拿大人,支持抵制美国货,但是对这个超级喜欢美国流行文化,和消费品的国家而言,要完全避弃美国货,几乎不可能,责任编辑张博林PS0。